又到了国考的时间 小张报了名 天天往大学里面跑 找图书馆上自习 我到了单位 沏上茶 给他发了条短信 近期有空的话 就来找我呀 临近下班时 他才回复说 好啊 如果考上了 你要请假带我去凤凰玩 凤凰 是啊 很有名的 景色很美 去过再去 不就没意思了吗 要你管 那就去 你好好考吧 必须的 然后就断了茶 没了消息 回家后 我跟我妈商量 结婚买车的事 我妈说 买个二十几万的 不就挺好吧 你看那小谁呀 那挺大气的呀 小张想要个小点的 那更好啊 可是小了不见得便宜嘛 跟水果不是一个道理 那得多少钱呀 我懒得解释 就打开网页 给他去看那迷你宝马 这么贵呀 这么一点点的玩意儿 是啊 海鲜就是比猪蹄贵 哎呦呦 再想想 再想想 我妈给吓了一跳 嘟囔着就去厨房做饭 我开了路啊路 进弗莱尔卓德 去打了起来 那时候我问小丽啊 你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呀 不固定 有时候偷懒 不去上班就少一点 少一点是多少 一万块总是有的 我靠钱 我不管 你快带我入行 小祥你好好学习 姐来养你 我毕业了都 考大学呀 我不能考的 为什么呀 身份啊 嗯 就是说 我不是正规高中生 我不能考的 怎么这么多 挑挑框框的凡人啊 就是说 那就找份工作 踏踏实实做 男人跟女人不同 只要努力 就能出人头地的 姐 你真是个大名媚人 一直都是 哎 手别乱动 昨天做过 今天要休息一下 我生磨得很 姐 你尽管拿我开发 新型的技术产业 弟弟我万死不辞 滚开你 小丽笑着推开我 我又栖身上去 她半推半就的 也就顺从了 做完之后 我从床头 把烟给抓了过来 小丽则是挡了一下说 哎 做完就吸烟不好的 我啪的把火给点着了 没去管她 小丽白了我一眼 光着身子跑去客厅 一溜小跑的 就把烟灰缸给我拿来了 晚饭我回家吃啊 好 我收拾一下 也要去上班了 你今天这么勤快 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啊 哪啊 要挤公交车 挺麻烦的 你这一年下来 拾好几万 你买辆车呗 我有这么想过 可是我舍不得 想过什么呀 你给我说说 我懂点车的 小湘无所不知啊 她真心地夸我 我在直校 学的就是汽车维修 我会到处来说 小丽爱恋地摸了一把 我的脸说 那你可别笑话我 我笑你干嘛 我 我最想买的车 是那个吉利的自由件 四万八 我问过 黑色的 挺好的呀 怎么想到买那个 没出来前 在老家街上 偶尔会看见那个车 印象特别深 你那是有多穷啊 跟你说过了呀 很穷很穷 那车还行吧 买个雪佛兰的小QQ 不是更适合你吗 不不不 我那时候发过誓 等我以后有钱了 就买个一模一样的车 开回去 给家里人长长脸 那就去买啊 突然 小黎就不说话 陷入到沉思中 认真地想了半天才说 嗯 再等等吧 这一天 我下班比较早 突发奇想的 想要去接小张下课 我没有上过大学 也不懂得 什么叫做象牙塔 可是进去后 明显与外界的气息 有所不同 也可能差不了 多少人情世故 但终归还是要干净一些 我穿得比较休闲 像几年前 与小丽在一起 识学生的模样 我挨个问路 找到了图书馆 不时 有三三两两的情侣 与我擦肩而过 我本想找个台阶坐下 又怕被小张看见 说是不雅 就站着抽烟 十一块的南京 现在买不到了 我生了点档次 在十五块左右徘徊 可是 没有一款烟 可以再让我 一直抽几年 就觉得大学生 和我们职校生 其实也差不多 都没有中学时 寂寂忙忙赶路的情景 人们三三两两 不紧不慢地走着 与世无争的样子 丝毫不曾觉得 这个社会 已经张开了血盆大口 虎视眈眈地 在这围墙外面盯着他们 趁着年轻 抓紧享乐吧 别跟我一样 投身建设 社会主义的浪潮中 之后就再 追悔莫及了 约莫半个小时之后 小张和一个 高个子的男生 并排 从楼里走了出来 他们有说有笑 经过我的身边 并未发现 莫瞪口呆的我 所以说 人一定要长得 特别突兀 哪怕丑一点 也得要你的女朋友 和别的男人 一起走路时 可以一眼发现 你的存在 小张 我轻声地叫他 他并未听见 依旧在那个 有说有笑的世界里 上个他妈自习 有那么开心吗 小张 我提高了声音 觉得自己有些难看 他已经 回过头看到我 你怎么来了 那男的对我点头微笑 今天下半早 特意来接你 这么好啊 小张露露大方地介绍说 这是我学长 也准备考试呢 这是我朋友小翔 学长对我点点头 一副女方家长的样子 高深莫测的表情 看不出对我是满意 还是嘲讽 脸上是播音员般的笑容 来接小张啊 好好好 那我先走了啊 说这话的时候 一直对着小张 说完后 又对我点了一下头 便扬长而去 我和小张 站在原地僵持了几秒 学长的背影 混进在学生之中 截而不见 我觉得他像是 成功地偷走了 吹饼的西门庆 留下了我和金莲 在这里面面相去 今天饭奶梅子邪庆 想起来接我来了 小张笑盈盈地说着 丝毫不为吹饼之事 而耿耿于怀 想起来 那陪我走走吧 鞋了一上午脖子都酸了 那个学长也考公务员 是啊 人家志在必得呢 他家里干什么呀 你管人家呢 小张有点不开心 像是护独子的母鸡一样 先去吃饭吧 好啊 去哪儿 你说呗 我想吃成都小吃 那多脏啊 再说都拆了多少年了 你也吃过 怎么没吃过 上学那会儿 是啊 接着我就不再追问了 在我的印象里 成都小吃 是我们那一带 情斗初开的穷逼 能带自己女朋友 吃得起的 最好吃的地方了 出了小门不远 便是站台 这时候人并不多 我本想和小张 坐公交车的 他却张手 拦了一辆出租车 去湖边 那个旋转餐厅 小张像是女王 居高临下地 指挥着师傅 十足的优越感 他从包里 拽出两条耳机 塞给我一只 是一个清凉的 女人在唱歌 是个清凉的女生 唱着在我听来 有点幼稚园的儿歌 范小轩吗 什么呀 陈其震 真是的 小张很不高兴 好像是我 间接侮辱了 他的人格一样 车路过市中心时 遇到了塞车 耳机里的儿歌 让我有点昏昏欲睡 惊折后的春光 总让人有点 油圆惊梦的错觉 在这半睡半醒之间 我不禁 又想起了小丽 长亭外 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流地声残 西阳山外山 天之鸭地之脚 只脚般凌落 一壶桌 就近云环 今宵别 莫寒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